让我们有请卢台长光临 大家好 师父来看你们啊 师父能想念你们啊 让伟大佛陀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能够撒向人间佛光普照 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 慈悲众生而降下的殊胜法门 不需要花费分门 即可超度亡灵 解决家庭 事业 情感上的问题 无数的大病 绝症 以及精神病患者 通过许愿 念经 放生 念诵小房子而奇迹 痊愈 全球一千万人都受益了 您也可以帮您自己化解灾结 清明法门是帮助您消灾改命的发报 北宋年前 江南有个高家油铺 老掌柜年老力衰 家中独子又年轻气盛 顿不顿开罪火器 他担心家里儿子无法接任油铺生意 整日烦恼不已 正逢九月相会 高老掌柜又跟往年一样去灵饮寺 上香拜佛 行着路上建议老翁不用双脚走路 而是五体投地地匍匐前行 本就狭窄的山路让他堵住大半 人们十分不满 怎么回事啊 喂 老头 你走不走啊 哎 我是站不起来 现在已经爬不动了 谁要嫌我慢 就来背我上山 老人家 我来背你 于是高老掌柜背起老翁 一步一步朝山上走去 世上难事多着 你都能背着啊 难事再多啊 停一停就过去了 你这么大的家业 几代人的心血 怎么能放得下呢 要我看 你辛苦了一辈子 应该把家业传给后生 享清福喽 你究竟是何人 怎么知道我家的事 你也不要以为你有钱 你背我 你就比我金贵 把你的点心给我充击吧 我饿了 这水果也不错 老人家 这是相会的贡品 给菩萨的呀 我知道我知道 没事没事 是给我知道啊 老人家 我没跟你开玩笑 银子给您 贡品我得留给菩萨 不行 你得把吃的也给我 给了你就轻松了 你 你不要害我得罪菩萨呀 怎么是害你呢 我是在帮你呀 你看看 吃光你的点心 喝光你的水 拿光你的银子 都是为了让你放下 放下你就轻松了 你要是能放下你的油铺 就更轻松了 高掌柜听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这脑瘟虽然貌不惊人 说的都是佛礼禅机 顿时就要下拜求教 免了免了 我早就说了 你把我放下 你就可以轻松上山去 说着突然起身走论起来 一步一步往山上走去 转眼便消失不见 高老掌柜回家后 精神好了很多 不是想起老风的话 于是决定把油铺交给儿子 少掌柜掌管油铺以后 往日被欺负的伙计们 负面情绪油然而生 纷纷辞去 少掌柜接受油铺没几天 就只得关门歇夜 无奈之下 老掌柜只能去张帖告示 招聘二掌柜 重新经营 我来受聘你家二掌柜 老掌柜一听 这声音十分熟悉 原来仅是那日的老翁 老掌柜大喜 忙让儿子与老翁相见 老翁让少掌柜 把接任以来的经过都说了一遍 帮他一一分析 老翁还让少掌柜 去请回之前辞退的老账房 和伙计们 并告诉少掌柜 在生意中 掌柜与伙计都是人 用菩萨的话说 都是云云众生 众生平等 那些离开的伙计们 都是油铺的功臣 油铺向东山再起 少不了他们呀 少掌柜文言 耐心将伙计们都请了回来 从此善待信任众人 这一日油铺重新开业 热闹人流中 老掌柜和少掌柜 呼见老翁匆匆离去的背影 连忙呼唤 老先生 老先生 老哥哥 请留步 这时候 只见老翁竟腾空升起 天空时上 观世音菩萨的法相赫然出现 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众人见窗也纷纷跪拜 以善待人 善便助你 以得待人 得便在你 今日你善待伙计 油铺兴旺发达 日后你善待众生 高家世代安康 此后 高家油铺日渐兴旺 成为方圆清帝 最有名的油铺之一 老掌柜一家 在城里城外 广修观音庙 每日参拜之人 诸多 香火不断 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往为流传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那就是普悲观音 那么其实人生在短短的几十年当中 生命实际上就在呼吸之间 所以很多人说 一个觉没有睡醒 没有睡过来 可能就走了 所以每一天大家都要 特别当心 在今年的八月初 美国的德州 奥尔玛发生的 大规模的枪击案 22人平白无故的就被人家打死了 还有24人受伤 在人间很多人遭遇到的误解 不公平 就会产生的称恨 还有报复 所以我们学佛人 永远不要因为 别人对你的愚痴行为 他人对你的无名的伤害 你就来惩罚自己 来称恨自己 让自己得不到一种心灵的解脱 所以要想开 想明白 所以学佛人要有一颗随缘的心 慈悲的心 然后要知道因缘果报 这样你就可以化解一切人间的烦恼 感恩南无大师大为贯心扶着 感恩祝福扶着 感恩如天护法扶着 感恩如红台长 自己在夜上自己背 不让台长背 请台长帮我看 97年属牛的 我的儿子身体 他是自闭症 什么身体啊脑子啊 他是自闭症 脑子啊 自闭症 好几年了 两岁半 两岁半左右发现 看见了吗 他来到人间 那个灵性就跟上他了 是一个 他在还没有生出之前 你们家族里面 有一个年纪大的人走掉的 有一个老伯伯 走掉的 现在进他的身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 那个老伯伯 我不知道是你的爷爷 或者是外公啊 而且他很喜欢你 你就看你这个儿子 他很爱你 经常要抱抱你 亲亲你 实际上就这个老祖宗 在亲你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麻烦 他现在还不肯走啊 我现在给他开到 一百八小房子 他都不走 你帮他念吧 念到三百张吧 卢台长 那个 您在梦里 给我 就是 法生 跟我说过两次 我梦到您 第一次是 你帮我 告诉我 让我给他念 那个 两百一十张小房子 放生两天 敲鱼 我已经做完了 我儿子自己 也会念经文 业障 就是说 脸部抽动 特别厉害 特别严重 现在他每天 自己 功课做完之后 还能念 三张小房子 好很多了 现在已经好了 很多了 你讲了这么多 就是好很多了 是是是 你想象一下 台长到你梦里来 法生来看你 帮你治孩子的病 能不好吗 是是是 他已经很好了 对 已经好很多 语言上 就现在就能 能说 能说的表达的 清楚一些了 不像以前的 对 他要上课 还是有点问题的 现在他上学 我陪读 我在陪读他 他在正常学校学 我听不到清楚 那个 那个 反射音响 叫他稍微想一点点 叫他这个反射音响 稍微想一点点 你讲了慢一点 他现在学 OK Thank you 他现在是在那个 学声乐 学唱歌 他学唱歌 学唱歌 学钢琴 他还喜欢画画 现在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吧 他好了 他也知道跟我 那个讲条件了 他还没有完全好 我刚刚看到灵性 还在他身上 是不 那我还需要多少张小话 你别以为他好了 我昨天讲了个笑话 你们没听见啊 听见了 我很想再讲一遍 因为我们新加坡 很多人还没听见呢 但是孩子 他原来程度非常重 现在有一些进步 我们当妈妈的 我可高兴可高兴的了 你要记住 你帮他还要念小房子 再给他念680张 好 然后晚上要让他泡脚 他的气场 全部浮在上面 不下去 所以他头动 身体动 明白了吗 你要让他 到了晚上 要特别让他安静 家里要轻轻地 放大杯皱 明白了吗 他现在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 晚上还有灵性在呀 是不 好吧 台长如果 就算来看一次的话 他也不一定完全好的呀 就指明你的方向 你就好好照着做就可以了 明白吗 我还需要放上多少条鱼 你还要放上多少条鱼啊 嗯 2300 好 好吗 好 还有啊 你家里的佛 供的那个佛像啊 嗯 你好像边上还放了一个 其他的菩萨的像 我以前有一尊那个 观世音菩萨 还有一尊 嗯 我把东方台的菩萨 放到观世音菩萨的后边 后边 还有一尊 其他的菩萨 那是在我家 那个一进门 对面的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 上面贴了一个小 观地菩萨的一个小符 对 里边已经有灵性了 那我给他请下来 可以吗 请下来 嗯 包包好 需要 包包好 之后要念经了 因为 他的灵性已经在他 这个像里边了 他不会走掉的 嗯 你要念17张小房子 17张小房子 好吧 好好 没问题 没什么问题 你叫他好好念经啊 好 他灵性还在身上啊 嗯 台长他自己念的小房子 和经文质量好不 不好 不好 他瞎念的 你以为他了 瞎念的 嗯 那我监督他 你觉得你儿子不得了了 好嘞 念经了 嗯 你叫他现在念 一遍礼佛 好 念一遍那个 嗯 他背得出来 这个 往生就背得出来 不 给台长念一遍 往后 喂 认识台长吗 让我自闭症症愈疾病禁除脑部疾病症愈身体健康 增长功力 在九月 能够上大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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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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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 小弟 你现在觉得 那个 那个 身上有没有 一个人离开你了 有人离开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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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离开我 嗯 我问你啊 你一到晚上 是不是感觉 有个人要 想跟你讲话 是 小弟你如果 念经之前 先念三遍大悲咒 再念其他的经文 这个人就会离开你 好不好啊 好 嗯 你家里啊 气场很不好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你自己把头发前面也弄弄干净一点 好 额头都遮住了 运气都不好 嗯 好吧 好 这个孩子呢 你要记住 他的后脑谁啊 嗯 脑后面有点小问题 这个 这个灵性主要在他后脑 后脑 所以影响他的思维 嗯 听得懂吗 他出生的时候是下产前了 哦 是不夹的 看见吗 对对对 看见了吗 嗯 我刚生下来的时候 就是妈妈跟孩子第一眼见面的时候 我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那个眼神就和正常的孩子不一样 我告诉你 你要记住了 这个一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几乎就是进入你的身体 嗯 跟他一起出来的 嗯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他就是说可能活在世界上的时候 我讲话你不要介意 不介意 嗯 有一个老人家 你的长辈特别爱你 很喜欢 是老太太吗 从小把你养大 是个男的 男的 嗯 是你老爷还是谁啊 嗯 我姥姥是在投生他之前走的 我姥姥有 我姥姥看到过他 嗯 有没有一个年纪大的一个老伯伯很喜欢你啊 那我不太记得了 从小领过你的有吗 我跟外婆和外公长大的 外公 嗯 外公外婆长大 外公外公都很喜欢你 对不对 对 外公也走掉了 对不对 走掉了 好了 嗯 明白了 嗯 好好念吧 好 好吗 台长我想问一下 我给 我这改了两次名字 他就改名声文成功吗 你改名字啊 嗯 你数什么几几年的啊 不是 97年的牛 男孩 你帮谁改的 帮我儿子 帮我儿子改的 嗯 叫什么名字啊 讲吧 新的名字 尼子贺 尼子贺 嗯 升上去了 升上去了 声文升上去了 嗯 那这个字当中的 子字不是太好啊 是吗 那应该换个什么名字呢 慢慢再说吧 嗯 今天没 二十六打电话 好 台长 他图腾颜色什么是 数什么 数牛的 97年 男孩 白牛 白牛 让他穿得白一点 好 现在穿得太黑了 嗯 他要唱歌的话 要他穿得白一点 好 好吧 嗯 声音蛮好的 他声音蛮好 嗯 对不对啊 嗯 对不对啊 有些人唱歌 是要钱 嗯 但是他唱歌 是要人命啊 哈哈哈 台长 台长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感恩您 嗯 就是您在您的法身 就是到梦里来告诉我 说我先生的肝不好 嗯 结果呢 就是过了一个月之后 我先生体检的时候 真就发现他肝部长了一个0.8厘米的小囊肿 对 看见没有了 师父的法身最厉害 我的法身每天出去 我救人 度人 帮人家回答问题 基本上都是法身的 如果靠广播 靠开法会 度不了几个人的 但是这个法身出去 进入人家的梦里面 直接告诉人家 这个是最厉害的 是 那你先生现在要好好念经啊 叫他不要再吃活的东西了 活得不迟了 一个月能吃两天到三天树 现在也念经 你记住我一句话 凡是师父能够到梦里提早告诉的人 这个人还有救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能够懂得在这个社会上 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呀 你种什么因 你一定会得到什么果的呀 所以很多人问师父 这人间很多的名利 是种了什么因啊 那师父简单地跟你们讲 你种了财不失的因 你得了财富的果呀 对不对啊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对别人好 对不对啊 你对别人好 人家是不是会帮助你啊 曾经在别人很艰苦的情况下 你财不失去帮助了他 等到他好了 他第一个就想到你 这些在社会当中 很多故事里面 屡见不鲜的 你如果种法不失的因 你去帮助别人 去救度众生 你得聪明智慧的果呀 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会这么聪明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有智慧 因为你法不失呀 你们想想看 当你去帮助别人 法不失的时候 你的智慧的果 是不是就生出来了 你想想看 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 这个人他会不会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他怎么帮助别人 那么他的智慧怎么来的 他就是不停地去帮助这个 帮助那个 然后在帮助别人当中 得到更多的体会 让自己受益 产生出很多的智慧 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么种无畏不失的鹰 得健康 长寿的果呀 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义工 整天喜欢帮助别人 做饭啊 买东西啊 洗菜啊 帮人家跑来跑去啊 你看看他这种鹰种下去 他长寿啊 他做什么事情 他开心啊 他健康啊 那师父跟你们说 念佛是鹰 你们种下了念佛的鹰了 对不对 念经了念佛了 那么成佛就是你们的果呀 所以想成佛 那么就种佛鹰呀 这样一弄 大家不就懂了吗 这就是种什么鹰 得什么果 这就是真谛 学佛人的真谛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 要用平常心去生活 都无所谓的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这个人不开心了 没关系了 我们对他好一点 这个人有什么想法了 没关系了 我们能够随便 用惭愧心去带人 哎呀 我很惭愧啊 没有帮到他 我很惭愧啊 我做的还很不够啊 他对我这么好 我没有什么回报他 对别人好 别人一定很喜欢你 用惭愧心去做人 用菩提心来处事啊 你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别人喜欢你啊 因为你有菩提心啊 只想到别人 很少想到自己 只想到我要帮助别人 怎么样让别人解脱苦难 很少想到自己 那这种人就是菩提心 所以他在世界上 处事为人 人家怎么会不爱你 所以你如果每天 看到众生的过失 是非和缺点 那有些人就是 盯住别人的缺点 说这个人 哎呦很讨厌 说这个人 哎呦很小气 说那个人 哎呦根本没修好 你每一天 想到的别人 就是过失和是非 你必须马上就要忏悔 因为你已经走偏了 因为你的修行不够 为什么呢 当你的心里 拥有着别人的烦恶 拥有着别人的烦恼和过失 是非 和拥有着别人的忌妒的时候 实际上 你已经在帮别人背了 实际上 在你的内心深处 已经拥有了这些忌妒啊 是非啊 及肮脏的理念 所以不把别人往不好的地方看 就是说明你干净 如果你今天活着 只想到别人的优点 只想到去帮助别人 你怎么可能再去讨厌和怀疑别人呢 这就是一念魔 一念佛呀 我们常常评价一个人的情商很高 很会说话 其实正是因为他懂得在适当的时机 说适当的话 既不让他人难堪 也显得自己的大方得体 你越会说话 别人会越快乐 别人越快乐 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 因为你的语言 可以帮人解脱烦恼 解决问题 而现在有很多人用语言 甚至用自己的姓名 占人家的便宜 说有一个老王很缺德 他给自己淘宝的用户名 取名叫我爹 每次快递员给他送货的时候 总是无比的嘎嘎 快递员总是说 你是我爹吗 老王在电话里说 是的 你是我爹吧 下楼取快件 老王说好的 看见老王下来了 这个快递员就说 你是我爹吗 那这有你的快递 快递员感到这么说 总觉得很别扭 后来就请教自己的语文老师 得到了指点 第二次快递员说 喂你好 你叫我爹 对吗 你 你是 你是不是叫我爹 老王说你是谁 快递员说 我问你叫我爹 对不对 老王说 你到底要干啥 快递员说 你要是叫我爹 我就把快递给你送过 你要不叫我爹 我就把快递给你退回去 从此 老王就把淘宝用名换掉了 快递员很感谢他的语文老师 才发现学语文很重要 这其实是一则笑话 说明现代人总是用文字语言来戏弄别人 所以我们人要用正确的表达才是正说 所以学博人要明白 人生是由你的一言一行成殿组成的 你怎么说话决定你是谁 甚至决定你的生活好与不好 因为祸福无门 懂得谨言盛行 照顾他人的感受 那才是学博人的智慧之语啊 慈悲众生 那么观世音菩萨 自有众生 就哭就难 度尽苦难无尽情 男孩观世音 灵感观世音 牵手牵引观世音 大慈大悲 就哭就难 那么观世音 那么观世音 牵手牵引观世音 大慈大悲 就哭就难 那么观世音 呢 是 最高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